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Dirty很早之前我就给大家做过教程 今天我再着重讲一下要点 杯子我选用的是200毫升 要用瘦一点 不要太胖 太胖的话 Dirty就蹲不出来这种渐变厚实的层次 另外很重要的一点 杯子要冰 要冰 要非常冰 牛奶要冰 要冰 要非常冰 不然也Dirty不出来干脚 还有一点 Dirty想要有渐变过度的分层 Espresso的流速就一定要稍微慢一点 同时留下来的距离要离杯子非常近才可以 produced by 我不多的 也不说因为那一年 Easily 继续了 这就是这个空底的所以 这就是这就是这就是我 拥有渐变压的 技术于这个动作 就是这就是什么 你需要的渐变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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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需要的渐 tienen 你需要的渐变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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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里做卡普切诺的杯子可以适当的小一点 我用的是150毫升的小杯子 打奶缸最好也用小号的 因为牛奶只用120毫升 所以小号的拉花缸更容易打发 如果你用大好的拉花缸 绝逼打不起来 我用18克中深烘焙的咖啡豆 萃取双分的SYSO 但是我只用一份就可以了 因为卡普切诺是小杯的150毫升 所以说我用SINGLE的SHOT 单份的 今天还没喝咖啡 这个就搓了 咖啡可以拉个小花 奶泡也不用太厚 当然你不会拉花也无所谓 味道都一样一样的 没啥变化 我们现在喝到的卡普切诺的口感 主要突出咖啡的厚重感就OK 卡普切诺的杯量会小一些 所以说它浓度喝起来会高一点 我为什么拿铁要用这个玻璃杯 因为我想做出来一点新颖的感觉 其实并不是说拿铁 你必须要用瓷的杯子 我就用这种小号的玻璃杯 它是180毫升的 用一个浅烘焙的咖啡豆 咖啡的味道淡淡的 牛奶的香味很香的 这样的感觉 先把这个杯子稍微的烫一下 然后烫完之后擦干净 拿铁我用一个180毫升的玻璃杯 有人说 你这拿铁用玻璃杯就不正宗 这倒也不能这么说 拿铁主要表达的就是咖啡以及牛奶 结合之后出出牛奶的香甜感 之后带点咖啡味道的回甘 跟卡普尖诺的厚重感不一样 所以我就用浅烘的咖啡豆 也是用一份espresso打底 来表达出牛奶的香甜感 很清爽的一杯拿铁 那我选用的是一个180毫升的陶瓷杯子 容量呢和拿铁一样 那有同学就问了 你不就换了一个杯子吗 跟拿铁没啥区别啊 那这位同学你就年轻了 我用不一样的咖啡豆 因为这个豆子烘的比较深 所以说我再调粗一丢油 升烘杯的话我会适当的粗一些 很明显能不能看出来 同样刻处的升烘杯 比浅烘杯要多的多对不对 它鼓出来更多一些 烘的越深体积越大嘛 那弗莱外呢我用终身烘焙的 那要做出比拿铁稍微浓郁一点的口感 那19克的咖啡豆用单份的Espresso 那又有同学问了 那你做的这个拿铁 卡布切诺和弗莱外 这三种咖啡到底有啥区别啊 这是弗莱外的大概的一个奶泡的厚度 其实是稍微有点薄薄的这种感觉 弗莱外的整个这个喝起来这个口感 它也要比拿铁稍微的厚实一些 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我要用升烘一点的咖啡豆 但是呢它没有cappuccino那么厚重 这就是这三种咖啡 它的一个很微妙的一个区别 但是说白了它都是牛奶咖啡 就是很经典的牛奶咖啡 这个橙子9块钱一个 这我们自己在家里面喝嘛 自己做成本无所谓了是吧 不用控制 香橙美式建议选用稍微带点酸感的 拼配的咖啡豆或者是SOE 搭配橙子的香甜来做一个结合 那建议大家做成热的 喝起来会让你有意想不到的惊喜 我用19克的咖啡豆 双分的浓缩橙子片打底 倒鼓两下之后呢 咖啡直接淬进杯子里 那最后热水加满 味道真不错 哇这个9块钱它橙子还是好啊 9块钱一个 喵哥橙子为什么这么贵啊 被老板骗了嘛 我就觉得我是不是被忽悠了 9块钱一个橙子 9块钱就买3 那想要分享摩卡的做法 原因很简单 那前段时间有个小姐姐来工作室晚 那毕倒凑上去开心的问小姐姐 你喜欢喝什么咖啡呀 是酸的还是苦的 那小姐姐回了一句 嗯喜欢甜的 甜的甜的甜的 嘴怕空气突然安静 那这个时候啊啥也别说了 需要的就是这杯香甜的摩卡 小姐姐喝完了之后啊说了一句 这摩卡十分的美味啊 味道好极了 呀 Curtado看似是杯量最小的 那其实呢 它也是最难做的 因为杯子越小 对萃取咖啡以及打发奶泡的要求就越高 做这个Curtado最难的就是这个打奶泡 因为它太少了 只有100克的牛奶 想要在这个拉花钢里面打好很难的 因为杯子太小了 牛奶也少 所以说啊不能用完整的Shot 那两个Ristretto就刚刚好 那整个比例呢喝起来就更顺口 那因为是属于高浓度的咖啡 所以说咖啡豆建议要用中度偏浅一点点的 那Curtado的感觉喝下去呢 给口腔的冲击感很强 那同时呢也不会觉得很刺激 喝完之后的这个回肝啊 它的后味啊就很足 最后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 关注牛小咖 我们会持续给大家带来有意思的 有价值的视频 Coffee's not serious but life Cheers!